严家花园,位于墓独镇山塘街王家桥北,最初是清乾隆年间苏州大明市沈德前的寓所。 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沈氏后人将此缘落让给墓独诗人钱端戏。 前世迭氏书池,筑亭建楼,取名端园,悠有余树屋,跳农楼,严清阁诸盛。 光绪28年,公元1902年,目睹首富严国新买下端园,重启一新,更名县园。 因原主姓严,当地人称严家花园。 上贤堂是严家花园里最古老的建筑,建于明代。 堂名上贤,寓意主人追墓前贤之一。 严家花园,是传奇工匠团体香山帮姚城组建筑师,亲自营造的苏州园林。 刘敦珍大师,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也曾亲临参观。 称赞严世此园,又特其翘楚也。 称赞严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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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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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世元是个落地秀才 一生不目公民 威喜居家读书 他还有个嗜酒的癖好 常和朋友在园中嗜酒为乐 而且酒量极大 好称红饮 又因宅园披林红桥 红索饮者 桥下之湘西也 红饮山房之名 即由此而来 徐世元虽然是隐 虽然是隐 但从不放浪行海 他一生寻规蹈矩 尤其对父母孝顺 是远近闻名的大孝子 徐世元为了讨父母欢心 在园中建造了一座戏台子 每逢春秋假日 便请来戏班子 为二老表演 使得二老很开心 乾隆旅游到木独 他必定到红饮山房游玩 而且一定要在这里看戏 红饮山房建筑体量宏大宽敞 既由江南文人园林的秀气 又兼北方皇家园林之大气 于大开大河之间 尽现幻家之气度 幽人之韵质 别处于苏州园林 一贯之精致传统 为南北园林不同文化风格 巧妙融合于一体制典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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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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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